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这个有型的一个玩具素材的赞助 不管是朋友借的或是厂商所赞助所提供 那再来就是无形的各种的鼓励 朋友的一个各式各样的建设性的留言 那还有一些打气来 或者是一些跟我们交流完面积金刚的心得的这些留言 当然也有一些负面的对我们充满各种恶意的酸言酸语 这个都会有 没有人可以讨好100%的人 那是不可能 除非你是小丑 当然我们人的话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让不喜欢你的人更讨厌你 讨厌到他死为止 这个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一个回应吧 那么做一个开箱影片来说 其实说穿的呢 他也只是你我们玩玩具的其中一种手段吧 那手段呢 或者是说方式啊 因为呢你透过一个开箱影片 其实开箱影片跟图文分享的开箱文 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把你这个玩具玩了以后的一个心得感想呢 告诉那个其他的同好 让他们知道说 哎有一个某某某的 他也玩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玩具 然后他的一个感想是怎么样 大家互相做一个交流吧 那只是说呢 近几年以来可能是这个开箱影片的一个文化呢 变得比较流行啊 这个归功于老前辈 老肖开拓了这个新的这个世界啊 当然如果没有老肖的话 我相信这个市场还是会开发出来 只是可能会迟延个几年了 那开箱影片的话呢 为我带来的很多的 人生不一样的点 当然其中一项就是包括认识啊 非常多的新的朋友 就是变成这样的同好 尤其是 如果同样是有在做开箱影片的朋友呢 其实我们会有更多的共鸣处 因为我们除了玩玩具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我们会 做影片上传 那各种的一些辛酸苦啊 什么的 还有一些快乐的一个成分来讲 我们会比互相之间的 会比其他的 不做影片的同好 我们互相会更加的了解 那么我们600集的话 因为没有办法做一个远征的一个 就是到远方去采访其他同好 我们现在我现在我自己个人来讲 我的客观条件上是绝对不允许这么做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一集呢 有大概请了四位的 病情经济的同好 都是影片上传者呢 会 我有请他们呢 发了一些影片 短片呢 来600集一同 让我们大家互相的 一同分享一下他们的心得 也请他们 跟我一起欢庆一下 这个600集吧 那这一集的话呢 就感谢他们一同的演出 完整是心情分享 欢迎回到小不高兴的视频中间 那么今天在那里面那款小不高兴 首先摇摇晃晃晃 看看一提线 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 刚刚结束奥运里面还有选手 因为斗兄拿到黄牌 这是不可理喻啊 话说这期视频呢 并不会放在我个人的视频中间 而会送给我的好朋友 胡福骑射 那么这次的视频 相信也会融入胡福兄 庆祝600集达成的祝贺视频当中 成为非常荣幸 能成为他视频当中的一部分啊 那么说到胡福兄呢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也是做变形金刚测评视频 或者说是玩具分享里面的佼佼者了 那么今年呢 我也是非常荣幸能有机会 见到胡福兄本人啊 他的相貌 他的体态 他的谈话 和我想象当中的一毛一样啊 当然我是在视频上 看过他露脸的 所以这个和期待是完全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陌生感啊 那么玩玩具是一个非常 让人觉得神奇的事情 就像那天我和胡福兄见面之后呢 我们俩 其实是我们四个 还有他的两个好机友 坐在一起掰玩具的时候 四个老男人啊 可以说是老男人了 不能冒充小鲜肉啊 坐在一起掰玩具 即使是不讲话的时候 也没有任何的尴尬 我觉得这个就是玩具 带给我们心灵上的一种 特别的沟通和享受了 那么说到胡福兄的视频呢 可以这么讲了 是目前我看 讲中文的编金刚测评视频里面 点击最多的一个啊 其他的 我真的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了 因为很多闲暇的时候呢 还要自个儿去录制视频和编辑视频 真正观看其他同号制作的影片 时间是非常有限 但是胡福奇社的影片 我是一定会看的 也会非常的欣赏 能从当中学到很多的东西 虽然我个人上传视频 可能开始的时间 比胡福兄还要略早一些 但是看看我的视频中间啊 现在可能只有400期上下 这样一个数目 所以能达到600期 那真是非常不容易 非常666的一件事啊 就在这儿呢 也是再次向胡福兄 说一声祝贺 希望能继续带给我们 更加优秀精彩的玩具分享和测评了 谢谢胡福兄 一个节目做到了600集之后呢 总是会有一些个人特色嘛 对不对 比方说什么关节跟国中生一样 这种类似这样一类的一些特产 节目的特产 那么呢 我是在400集的时候 有跟各位分享过 这个用Figma的人我去改造的一个Bumblebee的一个娘画的Bumblebee 那么其实400集的时候呢 其实我当时是同时请我的好朋友阿亨 同时改造两个 那么呢 400集的时候呢 完成了这个Bumblebee 那么呢 在我们节目的话呢 也一直担任我们背景的一个漂亮的点缀 然后呢 最近呢 我们的第二号人物呢 终于呢 也把它完工了 这个是 也是一样用战机绝唱里头的人物去改造的 它是一个娘画版的Optopus Prime 那么它一样是可以动的 那但是因为呢 本身既然是改造件 有些涂装啊什么的部分 所以呢 我动作的话 我就不太想在节目里头 直接掰给你看 那未来在节目里头的时候呢 我相信会在几处的一个展示的时候 我会给它摆出不同的动作 给各位做一个欣赏 那这一次最成功的一点是 它多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武器 那这个武器是来自于 那个柯博文的话 它是有出一个不可动的一个景品雕像 从上面呢 把它给拔下来的 本身人物的话 还是可以动的 然后身上还是有一些 柯博文招牌的一些火焰的一个水贴 也非常漂亮啊 颜色来讲的话呢 也非常的协调 那这个后面这个金属光泽 我是觉得处理的相当的不赖 包括后面有一些火焰的一个图章在后面 那么因为完全不是很坚固 这个本身的话 那个关节都不是很强韧了 所以就不要太太白给各位看 反正以后各位呢 会在节目里头呢 经常看到它在背景里头呢 出现了 那么呢 这个呢 也将成为我们节目的另外一道的新的风景了 然后呢 除了背景的人偶啊 还有一些我经常使用的这个惯用语之外的 我们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的背景音乐 开头的音乐呢 其实我再一次再跟各位重复一次吧 其实当年这个开头音乐的话 最早期的时候呢 我用的这个是直接剪了那个人家MV里头的一段音乐 它是台湾的一个歌唱团体叫做太飞堂 他们的一首主打歌叫做断 我是截了其中一段的一个音乐的出来用 那后来有朋友呢 就是用钢琴呢 把他弹奏了 然后这个有北京的音乐朋友 这个小五郎呢 又把他呢 又重新再编曲过一次 那么后来呢 这个帮我弹钢琴的这一位朋友呢 又再重新再诠释了一遍 那最近的话呢 又有一位朋友呢 又重新的再把它演绎了一次 所以等于是同样一个旋律来讲的话呢 被重复呢 说应该讲说 改编了好几次 好几次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 我们600集之后 我会用这个新朋友帮我编的这个曲 那么他的话本身也是一位编曲经济上传者 所以这个我觉得可以鼓励他一下 而且年纪非常的轻 是一个其实今天才念国中生 才念国中的一个一个年轻的上传者 本身现在在YouTube频道上也更新超过200多集 他大概更新的影片更新速度啊 就算是狐步骑射也要觉得不可 就多让他三分 这个更新速度非常的快 那本身对玩具的一个分享的一个态度 我个人也比较喜欢了 是一种对玩具来讲是比较用喜欢的角度去去看玩具的 而且他很很不错 就是说他的基本上都是用官方的玩具为主要的更新 而且还是以官方的这种新品呢 作为他主要更新的一个对象 还不是分享老我 主要还是基本上新品的部分呢 他都会做一个更新 然后用他们的一个现在年轻人的这种角度来看这些玩具 有时候有一些有一些经验来讲的话 或许分享上的经验 口条上的经验还略显不足 但实际上那股心态 我觉得出发的一个心态来说的话 我个人还是比较激赏他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我 首先先感谢无福奇的邀请 我才来他个人六百集的一个特别揭幕 那其实当初受到他的一个邀请的时候 我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因为毕竟无福奇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崇高的偶像 所以就是没有想过说可以带来一个六百集的庆祝影片 有登场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是就非常难以置信这样 那无福奇希望我在他一个影片里有讲两点 第一就是说关于制作他个人六百集特别节目 BGM的一个过程 那第二就是说来讲一下对于他个人的节目或他个人的一些看法这样 OK好那我们先讲一下对于就是制作他六百集节目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最早是我个人自发心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来向偶像致敬一下 因为毕竟就是偶像嘛对 那就是想谈一下他的一个主题曲 节目主题曲这样 那最早就是我自己就录一录 然后就上传媒到youtube上 那时候我是挑了音乐乎其他的一个影片主义曲是有很多很多的版本啦 有的很慢的啦有的很快的啦 有的很古典其实也没有到古典啦 就是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版本啦对 那我个人的话是比较喜欢tempo快的对 那就想说我们就来谈一下 因为毕竟自己有一点音乐底子嘛 那就是想说就听一下 因为其实我没有绝对音感啦 可是就是一般人大概啦 就是很少会有人有绝对音感就是了 就是比较少啦还是会有人有 可是就是比较少对 所以我当然是没有绝对音感啦 那就是靠练习 那因为毕竟就是就读鬼略版嘛 那有必修一定要修一个复修就是修钢琴 因为修钢琴的话对这种我们一般人就是没有绝对音感的人 修钢琴的话在练习的时候其实是会对你个人音感来讲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啦 所以就是就是因为这样一直练钢琴 然后就是可以稍微听出来他的一个音在哪里吧 所以就那天就想要录影片之前就听一下 就播出他的一个影片然后就稍微对一下钢琴 其实就OK了 基本上主要的旋律主旋律跟一个伴奏其实不会非常困难啦 对那当初录上youtube的是一个就是造 就是胡佛吉他节目里头的那个版本 完全没有变动对 那速度是有稍微自己去调整一下 对那就就上传了对 那有被胡佛他看到然后他就有问我说 可不可以用一些其他的国乐器去做一个演奏 那时候就说我去试试看对那我就试试看 可是我试试了之后我发现太干太单调对不太适合 我本来是想说因为我是个人是学胡琴的对 那那时候就用二胡拉一下然后中胡拉一下 因为高胡太高了高胡不太适合就会有点刺耳这样 然后就想说要不要找几个那时候是有一个念头说找几个同学来一起录 可是后来我发现因为我没办法控制 没办法控制大家的一个速度我又不是指挥对不对 我没办法控制大家的一个速度也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一个音准 所以就拍到录很久然后后来就取消了 而且本来是想要找一位谈古增的朋友 因为他住太远然后古增要运过来就就很麻烦 对因为很很大的台就是了所以就后来就取消了 然后在这之后呢我就我就没有在YouTube上面再回复胡不齐热了对 那后来就是有斯特亚传给我的讯息就是说 看看我可不可以就是他希望可以在600集就是胡不齐热的600集里头去使用 看看可不可以用他那时候就说不管是用就是 就是看你是要用就任何乐器都可以对 然后我后来就想任何乐器那还是用钢琴好了 就至少不会说太单调这样不管好不好听 我们先把好听放一边好不好听放一边 我们就单独讲就是会比较不会那么干对 然后就后来就用钢琴讲一讲我觉得还OK对 就是我是照一样是用那个快比较快的版本 然后又稍微熟练了一下之后就其实熟练也没有特别去练他 他就是在录之前然后就稍微谈一下对 因为没有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把它放在练习 这种就是娱乐上对那就是稍微练一下然后后面前面前面 前面三分之一加了一点自己乱乱乱白的东西放在前面了 好啦那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不管各位喜不喜欢吧那就是我相信没有比之前的其他版本的 呼呼呼大的一个主题曲来的好听啦对因为就是反正重点是在我个人的一个诚意上吧 OK反正就希望各位喜欢就对了因为 呼呼呼其实他的一个主题曲大概就是走在那个旋律上 可是就是每次的一个调性啦都是不太一样的对然后是有稍微变奏这样 那就是我就挑了一个比较喜欢的版本然后前面加了一点东西而已就 希望各位会喜欢就是了不管好不好听吧好那BGM大概就这样 因为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困难点啰就是稍微稍微听一下其实就OK不会太难 好我们来讲一下对于呼呼其他的一个节目其实我 我没有对呼呼其他的一个节目我没有任何的看法对就是非常赞非常棒 然后就是很容易你看到他影片就会落坑了对那 影片我是真的没有没有他的一个节目我没有任何的一个能够提出来的东西啦 就是真的很棒很赞对没有任何可以说的那来讲一下对于呼呼其他的一个看法好了就是 个人的一个观点啦个人的一个想法是说我认为呼呼其他的是在这个 TF圈子里头是一个类似于是拓展者他担任一个拓展者的一个角色怎么说 就是说其实如果没有呼呼其他的就没有我们这些很多的新人对我应该也不算不算新人了吧 好啦就是其实现在在YouTube上面不管就是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影片上玩者都有陆陆续续加进来对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新手 加进来对那这都要归功于这个呼呼其他的对因为他办了两场比赛嘛 虽然两场比赛我都没有参加我那时候都很想参加可是读国会班然后就一定要比赛不管团赛各赛就是会两次都卡到我们比赛的时间 然后加上我又没有FB也没办法去做一个报名的动作对就非常可惜 但是那时候没办法比赛我就自己录影片OK那就是要归功于呼呼其他嘛因为有了他办了比赛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勇约参加 不好意思推到尽头很多人有一个参加然后那些人有的就得奖了得奖了的话就会对于就是会有一点成就感然后会有继续录下去的一个动力对所以其实很多 其实当初呼呼其他没有办比赛之前就录影片大概就那几个吧大部分人都是在看喔就比较少人出来录影片对 那就是多克雷呼呼其他办了这个比赛两场比赛之后就是越来越多的一个朋友们加进这个圈子里头对因为其实越来越多人开始录影片是一件好事对是一个非常 好的现象因为就是在你比如说要挑选玩具的时候因为每个人分享玩具是不一样的有人就是有拿到很好很赞的老物啦 或者说有些人就是可以抢先先拿先买到一些玩具比如说新的一波等十月嘛新的一波太冷战玩具进来可能有些人就是资金非常雄厚就可以先把全部就是比较贵的那些玩具都先买回来 就先及时做一个分享啦就可以供我们这些就是没有啊全部收齐的一些玩家就可以稍微看一下说 诶哪一款是值得入手的玩具哪一款是你有闲钱再去买的玩具然后就是算是一件好现象吧就算如果没有人可以把整套全部都收齐 还是可以就是有些人挑了这款有些人挑了那款然后就可以这样一起混着看啦就是看一些或者是说有一款玩具大家其实都已经分享过了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每个人的一个观点是怎么样子的对就算是一件好事吧你可以稍微每一个影片上玩者都尽量去看一下看一下 看看大家对这款玩具的一个看法是怎么样你到底该不该去购买它对 好啦那讲到那么多废话我们好像讲了一点久了因为毕竟这个节目的一个主角不是我嘛我是胡夫大所以就是不要扯太久啦对我也不希望扯太久 因为就个人废话比较多好那就是在最后呢我们再恭喜一下胡夫其乐的一个节目到达了一百集 呃不是不是一百集六百集啊对就是达成了六百集的一个基础非常非常多希望他可以继续拍下去一直拍下去不像一千集两千集对 好那就谢谢胡夫其乐的一个邀请啦我们废话就废话到这边吧 拜拜 我们这一集的一个部分我想要跟各位聊一下所谓的一个这个话题可能稍微有点尴尬 但是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说一下就是所谓的一个赞助品这个东西 其实我早期做影片我大概做到可能可能七八十集的时候吧 我也不太记得是哪一集的除非我回去翻资料就是我第一次拿到赞助品的时候呢是这个MP 而不对是09年L科博文的一个斧头 那隔没多久之后呢有另外一个网拍业者的拿了IDW的弹簧跟闪电给我 就拿了两次的赞助之后呢这个我突然有一个意识啊我突然感觉有点怪 怎么个怪法呢就是首先我要讲我很高兴啊我们觉得我们影片已经上传到说有人愿意提供东西给我们送我们 请我们做广告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高兴的不说不高兴是骗人的那不可能的 然后呢这个我们举个例子这样说啊这个假设说这是一样赞助品 那么呢我拿到了谁给我的呢是这个大红风 他拿了这个东西请我在影片里头做个宣传OK我们做了分享完了 分享完了OK这个东西呢如果说呢这个大红风呢他在网路上卖一百块钱一只的话 结果呢有另外一个一个科博文的一个卖家他卖九十五块钱 OK他卖九十五他卖一百他卖九十五东西我做完了大家知道了大家想买 我相信大部分人会跟这个九十五块钱的人去买他不会跟这个一百块的这个卖家去买 当时我就觉得这样不对啊这个东西呢是他给我的 他给了我这个东西结果呢大家跑去跟他买 这样我觉得很奇怪非常的奇怪非常的奇怪怎么想都不对劲啊 怎么会他付出了一个广告的一个一个产品然后结果大家是跟便宜的这个卖家去买呢 人之常情但是我认为觉得很奇怪所以在发生了这两次的一个拿到这个赞助品之后呢 其实这两次的赞助品呢前后的时间呢不过不超过不超过两三个礼拜 然后是两个不同的网拍业者这样的做 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那这样不对劲那我应该怎么做比较好 所以呢很快的很快的我脑海里面就浮现一个一个想法 就是说那我为什么不能够联络到孩子宝公司呢 因为所有的玩具都是来自于孩子宝嘛 当时是官方的东西还是很不错的时候 然后所以就这几年来我的努力就是说一方面除了影片自己更新之外 我们也透过很多的关系就这些关系包括什么呢 比方说便宜金刚展的一些在展场认识到的一些高层的人物 或者是说有谁跟孩子宝的业务比较熟 怎么样透过各种各种的人脉关系我们希望 打得个接触OK那确实后来 有得到了在电影第四集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有开始得到孩子宝的一个赞助 那对我的影片的一个更新来讲可以说是提供了非常大量的助力 这个就跟行军打仗一下行军打仗是一样的 你的粮食比人家多你的兵比人家多你就很容易打胜仗 这个也是为什么后来呃能够一口气一直往下面坐下冲到现在六百集 甚至目前我目前是没有任何想停下来的迹象 这个原因就是来自于我们后勤非常的坚强 其实开箱影片非常的不容易做 一个玩具你看这个你要这种玩具哦你不做新的啦 你做这种老物啊其实看的人就是减半 收视率至少要打对折 除非你本身是超有魅力的一种up主 你如果像像老肖他现在随便拿个玩具出来也是很多人愿意看 那是因为他个人魅力已经非常非常强大了 但是就一般的新上传者来讲的话 你如果介绍一些老武器是基本上你很快 人家根本对你不会很难有印象 那你你要有一席之地 你要让人家知道 记得你你就是必要充新品 那新品的价格大家也知道 新品的一个品质大家也知道 买起来划不划算大家也知道 为了充个影片买一个新品 后果怎么样大家也不难想象 所以就会变成说呢 新的一个up主来讲呢 会很难去做这样的一个耕耘 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辛苦 我完全能够理解 现在一些新的一个up主们想要加入这个圈子 因为你想要壮大起来是真的非常不容易的 那有很多种其他的补救方法 比方说朋友借或者是 你用各种管道去得到赞助或干嘛 OK 这个是必然必然会发生的 如果你的影片想要寿命要坚强 要长的话 我会告诉你 暂住 在所难免一定的 这是正常的市场现象 很多人会喜欢提这个 已经退休的某些前辈们 但是你没有发现他们为什么退休 原因很简 你很多人怀疑他们是说 他们都是自己花钱买玩具 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他们都自己花钱买玩具 所以他们现在退休啊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现在的玩具你觉得值得买吗 值得那么快的时间去买吗 你们已经自问不要骗人 大家自己心里有数啊 现在的玩具做起来是什么样子 你会不知道吗 你会不知道吗 我们影片播了 我们影片抢先做了 你可是你玩具你可以日后再买 各位能懂我们意思 我们上传的影片 我们很第一时间抢先的上传 可是呢 玩家们看了影片之后 可以选择时间点再来购买 但是上传者们为了抢先抢快 他们别无选择 他只能在最快的时间去买 这个当中的一个价格的落差 他就是非常的巨大了 有时候我们会说 比方说这个Gabathon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优先变列预算来买 其实在我的影片里头来讲 优先变列预算来买 这个已经是最高的称赞 优先变列预算来买 我是不可能告诉你说这个东西非买不可 没有那种事情 所谓的当了裤子也要买 其实这也只不过是一句俏皮话 他只是告诉你东西很好 但是绝对不是你真的要当了裤子才去买 对不对 我们无意冒犯老前辈的话 但是这这么一句话只是告诉你 玩具很好 但绝对不是叫你请家荡产去买 没有那种事情 玩具是身外之物好吗 身外之物 在我来讲的话 优先变列预算来买 就表示说你有闲钱的时候 你可以先考虑他 这个已经对这个玩具 就已经是很高很高的一个称赞了 大家看了就知道 我的影片里面好的东西 我不会把它讲到非常的好 差的东西 我也不会把它讲到非常的差 我们有我们的话术 我们有我们的一个拿捏在里头 看久了 你自然而然就知道 那我要讲的只是 我们回归到我们这一节的一个重点 就是在于说 玩具的赞助 在一个UP主的生涯里头来讲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没有这个赞助的话 说实在话 你要做强要做到 让大家记得你 让你的话语权呢 你话语权想提高的话 我只能说单枪匹马来作战 很难很难做得到 老公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我怎么还都忘记你 你想想看你白天干了什么事啊 老公去帮我买尿布 好 呼呼其色你好 以及呼呼其色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北地区的上传代表王老师 那今天很荣幸呢 能够担任呼呼其色这个 祝贺的嘉宾 嗯 怎么说呢 我跟 我跟你哦 呼呼其色就是 几乎是同一个时间上传 不过你的级数呢 竟然达到六百级 而我却还不到一半嘛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 你达到这个六百级 算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里程碑啊 那也显现出 你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 因为一件事情能够持续到 现在 而且对于这个变眼金刚那么执着 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我相信你我都有一样的一种 共鸣与共事啊 那我们也是 因为变眼金刚有认识 所以也算是很有缘啊 那你的年纪比我长哦 我就叫你一声呼呼其色大哥 呼呼大哥 那真的很恭喜你能够达到六百级 那我相信 以这种恒心还有毅力来讲 你做任何事情呢 应该都能够成功嘛 那我跟你一样 都是影片上传者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 达到大家的认同 其实也不用说达到大家认同 我觉得 一直持续拍就对 不管人家认不认同你 就是 我觉得 这个事情只要有恒心去做 一定会成功 一定会达到你想要做的一个 一个怎么讲 一个目的吧 那 以上呢 就是我一个祝福的话 希望能够呢 突破六百级之后 能够持续到七百级 八百级 好了 那今天的祝贺就是这样子啊 那恭喜你啊 好 OK 那么 最后一节的话 因为今天应该是小朋友开学的日子了 顺便提个东西吧 学校的生活呢 难免都会 我们讲一个东西啊 就是同学们之间人际关系很重要 那么 虽然你们看我玩玩具的一个频道 但是 有一些 有一些我自己的一些人生的经验 我还是很乐意跟大家做个小小分享 大朋友小朋友都一样啊 最近的话 台湾的朋友可能比较不清楚 就是 在中文的一个 变运金玩具的一个上传 者的一个圈子里头 最近出了事情比较多 那 人非圣贤哪 有一些金刀骇浪总是为了让你 也要害怕哦 我是这样觉得 有些我们做影片上传者呢 有一些 会得到一些与众不同的眼光 但通常就是 你有可能你会得到一些场上的赞助 或者是说 你有特定的一个话语权 那我们平常拥有的 真的比别人还多 但是我们拥有比别人还多 是来自于我们平常的付出 这我觉得是公平的 我觉得是公平的 但是呢 有些人呢 他不会看到你的付出 才得到了那么多的话语权 那么多的一些 厂商的一个支援 这个呢 一般人可能 有些人看得到 有些人看不到 有些人觉得 那你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辛苦在哪里 所以呢 难免会有人眼红啊 那这个时候呢 拥有多的人呢 一旦犯错呢 就会被拥有少的人呢 穷追猛打 这个 曾经有个有趣的例子 就拥有多的人呢 最好什么都不要讲 让拥有少的人 批评你 瘦的人呢 你不能笑胖子 你这个胖子 你就死定了 告诉你那你就完蛋了 但是胖的人呢 绝对可以笑瘦的人 说你吃那么多都不会胖 你是营养不良是不是 对不对 个头矮的人呢 可以笑个头高的 说你长那么高 你不怕头撞到电眼杆撞死啊 但是你个头高的人 绝对不可以笑矮子 说你长那么矮也去死啊 绝对是不可以这样 对不对 你对不对 丑的人可以嘲笑漂亮的人 说你女朋友多到 对不对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你女朋友很多的 你不可以去笑那个 把不到妹的那个肥财 肥宅对不对 那个就道德声都说不过去 对有钱人不可以笑人家穷 但穷人可以告诉有钱人 说你们这些人都为父不忍 可以 你有钱人你就是闭嘴让他骂 OK 那么呢 这是一个基本的 就是社会的常态就是这样子 有没有多的人 你要承受比较多的一个 被被攻击被约束的一个 一个生活条件 这是应该的 我觉得公平 再举个例子 给你两条路选 你要穷一辈子 然后自由自在 还是当个有钱人 然后不能犯一点错 犯一错就被人家说为父不忍 你要选哪一个 我告诉你 很多人会选说我宁愿当有钱人 然后比较不自由一点 对不对 好啦 那难免啊 就是UP主门一旦犯错 然后就会被很多无情的追打 但是呢 嗯 我只能说有时候追打呢 你也追打到 适可而止就要 什么叫适可而止 就是说犯了什么错 然后 处罚到这边就可以了 比方说呢 啊 比方说我闯红灯 你就开我闯红灯的罚单就好了 对 我闯红灯 但是我没有酒驾 你就不要开我酒驾的一个罚单 我闯红灯 你就开我闯红灯的罚单就好 你不要说我没带安全 我明明就有带啊 甚至更扯的 我闯红灯 然后你说我裤子太难看了 我闯红灯跟我裤子穿好不好看 有关系吗 当然是没有关系 但是人家就是诬赖你嘛 这个就是一种很奇怪的一个氛围 如果说有一个up主他犯了什么错 你尽管对他犯的错去评论就好 不要连人家的一个 他的一个什么声音不好听 或者是说他的一个tempo不合你的意 他评的玩具不是你爱看的 这个其实跟本汉都完全无关 大家不需要无限上岗 我觉得 当然我也很庆幸 就是说还是会有很多很理智的朋友 会跳出来说 你们追打这些up主有什么用 比他们可恶的人更多 对不对 杀人放火的 这个 炸稀饭 这个什么 酒驾的 这些人你们怎么不去 怎么怎么不去 去抨击他们呢 为什么只要在网路上去去对一些up主们 做这么样的一个攻击呢 对啊 我只能说难道我们 影片上怎么 我们背负了社会道德责任有这么样的重吗 其实并没有 那原因只不过就来自于说 我们拥有的可能比 大家多一点 然后我们就要承受这么样无情的批评吗 偶尔批评可以批评可以 但是你要有有理有据的批评 不要无限上岗 这个对up主们来讲都成不公平的 都成不公平的 那也更不要说 因为一个人或两个人 三个人犯错 就认为全部的人都不是好东西 每次只要一有up主犯错 讲到后来就说 反正这些做视频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每个都是媚者良心 每个人都收了钱的 我真的想知道 到底有谁收过钱 拜托举个手一样 我也想知道我有没有行情 到目前为止我从那边收过钱 哪一个收过钱的拜托 你讲给我 你让我知道一下 我想要知道一下 我有没有那个行情好不好 我每次提到这个 我就会觉得说很奇怪 都会有一些 不然讲话都不用负责 你们都是收了钱的 我真的拜托让我知道一下 现在行情价怎么样 拜托拜托 让我好歹 好歹让我知道 我应该要可以拿多少 好吧 好吧 OK 那个 就这样吧 600G 我本来就打算要讲这个了 只是说 刚好最近又发生一些事情 几位朋友有犯了一些错误 那 我也不是帮他们护喊 而是我本来就觉得 我们这些UP主来讲 我们本来就不需要背负那么多的 道德责任 不需要 真的就不需要 那个 不要对我们无限上抗 无限的追杀 无限的追杀 那个 其实都违背了你们当初玩玩具的一个初衷 好 当然 我也要 深刻的 提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说有一天 当然因为今天是有人 有人犯了一些错 然后事情有点吵 有点有点大 而且还有很多阴谋论 那我也要说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未来 如果有一天 我也 犯了什么错的话 我也希望各位仅针对我就好 也不需要波及到整个圈子里面的人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狐狐奇社的编尼钢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第600集的节目 怎么样 这个如此熟悉的开篇语 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了 大家好 我是魔法蓝天 嗯 非常非常荣幸啊 能够这次接受到狐狐大哥的邀请 能够参与他的六百期特别节目 哇 六百期 六百期啊 也就是说 刚才的那句开篇语 我们最少最少听过了六百遍 也难怪我能记得这么熟悉吧 这个 一说六百期的话 哇真是个 可以说 目前对于我的而言的话 真的是天文数字啊 因为之前前段时间刚刚这个完成了我影片的两百期的一个节目 也有幸能够邀请了狐狐大哥参与了一下 没想到这没过多长时间啊 狐狐大哥已经是到六百期了 再次强调六百 六百啊 怎么说呢 嗯 六百期嘛 所以说 这个桌面上的话 还是要摆一些相对有意义的 比较有意义的玩具 然后跟大家 包括啊 跟狐狐大哥呢 送上一份祝福 同时呢 也跟这个狐狐大哥 简单是一个聊聊天吧 首先 这两款帽子的话 这个 狐狐哥应该不会陌生了吧 这个 相信大家也是比较熟悉了 就不再多提了 而这两款玩具呢 为什么拿 又拿出来呢 是因为 呃 接到狐狐大哥邀请之后的话 我去翻看了一下 当年的一百期 应该是早在二零一二年的八月份 没错 八月份 现在也是八月份 也就是在五年前的今天 啊 不对 是四年前的今天啊 四年前 呃 狐狐大哥提到的就是 因为 这两款玩具 之前完全没有没有了解 这个 这两款玩具的一些内容 呃 就是因为看到了狐狐大哥的影片之后的话 哇 我才了解了这两款 呃 我之前并不熟悉的玩具 它的精彩之处 于是呢 就去购买 然后买到之后的话 把玩起来 非常非常好玩啊 而且 一点不后悔 哎 这个 一说到 早在一二年啊 嗯 我记得是 和狐狐大哥相 就是说 算认识来说的话 应该也是在一二年 呃 应该好像就是通过那个一百期吧 然后第一次呢 和狐狐大哥 认识了一下 呃 而且 然后呢 就是非常非常有幸啊 这个 这个 这段 这段故事应该是大家听过很多遍了啊 就是在一三年的十月份的话 我有幸了 然后去了趟台湾 然后亲自呢 有机会来 摆访了一下狐狐大哥 其实那次想想 现在回想起来的 真的很有意思 呃 我记得我是 呃 跟他约到了第二天的上午 我好像要过去 但是 等我当天的 应该是 呃 头一天的下午 我刚到了台南之后的话 我已经完全走不住了啊 把这个行李 放到酒店之后的话 直接 就找车 然后 沙向了狐狐大哥 当时还在台南 那个在 呃 那个叫什么店 来的那个咖啡店当中啊 然后 呃 当时真的好像就是一个 一个小粉丝 然后见到了自己偶像那种感觉 呃 呃 我印象非常清楚 我是在 呃 他的店是在那一条街边 然后呢 我是从那条街的对面的那个胡同走出去 然后呢 走到这个路口之后的话 哇 我然后就看到胡大哥站的那个 呃 那个小的饮品店 还不是咖啡店 是饮品店里 正在帮人家做饮料吧 好像是 然后当时那个心情就一下就燃了 就激动起来了 然后 呵呵呵 真的很像是这种 呃 这个这个这个 见到当时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偶像那种感觉 然后冲过去的话 然后简单的进行交流一下 而且 呃 见到见到胡大哥之后的话 他也很 呃 可以说不是很意外啊 就是我一说 他也是啊 哦 说你过来了好 就这样啊 很愉快的在店里呢 真的时间非常非常短暂啊 仅仅就是聊了一个晚上而已 也就有个一两个小时左右吧 呃 就简简单单的进行了一个交流啊 然后同时呢 这个 在我从台湾回来之后的话 就得到了这 胡大哥箱子的两顶帽子啊 至今的话 这两款玩具 还是我收藏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两款了 呃 所以说 呃 现在每次啊 回想到这段经历的时候的话 真的是 很怀念 这一转眼03 13年到16年 这一下三年间过去了啊 这时间飞快 而胡大哥的这个影片呢 也从12年的100期 一下跨到了16年的600期 哇 这个速度真的 从他的更新频率啊 到他的这种 这个影片的内容啊 包括指定上啊 真的是越来越棒了 哇 太厉害了 呃 我的这个 就如果是youtube的话 相对比较困难 然后只能是优酷 然后每次看优酷的 订阅栏当中的话 在他的头像边有一个1 那我就赶紧去点开 然后去观看一下 呃 现在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了 每次点开优酷的话 试必先看看他有没有更新 新的更新 然后呢 要第一时间把影片看掉 呃 摆摆影片看完 呃 嗯 最开始当年一三年的时候 去台湾的时候 呃 是用的那个叫 那款聊天软件应该叫LINE 一个绿色图标 就好像现在微信一样 是个LINE 但是 嗯 当时很很兴奋啊 因为终于有能够交流的一个工具了 一个一个渠道了 但是很 很不幸 这个LINE呢 等我从一三年从台湾回到大陆之后的话 好像没 没过多长时间 那款LINE的软件就被封掉了 然后呢 导致到现在就是 之前是用LINE呀 包括是这个Youtube呀 包括这个Facebook等等啊 因为这我 这个我真是 怎么说呢 这个手 或者说是 对对这种翻墙的东西来说的话 不太灵贯 所以呢 一时真的没有找到好的方式来 和胡达哥再进行一个联系 哎 很好很很不容易啊 就这回应该是在今点吧 然后胡达哥终于搞了一个 就是按了一个微信啊 所以说这回呢 又有一个好的渠道能 没事来进行一个交流聊聊天的啊 这个太好了也是特别的高兴 嗯 简单来说的话 这个应该就 呃 嗯 或者说再说的呃 稍微的 嗯 把范围缩小一些的话 就是 从开始录制视频以后 然后呢 揭示了很多很多这种同样也是 比如说录制一些视频啊 或者说是 并没有录制视频 但是非常喜欢编辑杠的朋友啊 呃通过呢 做影片 或者说是通过把玩这个编辑杠来相识的啊 来经常现在也是成为了非常非常的好的朋友 呃而且再一个来说的话 同样这个编辑杠呢也是 嗯 拉近了一些很多朋友之间这个距离啊 你比如我跟呼呼大哥来说 确实这个 按照呼大哥自己话来说的话 真的是千里来相会这种感觉啊 呵呵 呃所以说 他呢真的就是不仅成为一种情怀 或者说是成为一种这个梦想 呃同样的也他也这个编辑杠呢 也成为了一个桥梁 这个桥梁呢 呃已经没有这种距离的界限了啊 呃 包括呼呼大哥在内的话 真的这个自从呃 开始玩编辑杠开始录制影片以后的话 这个认识了可以说天南海北的很多很多的朋友 呃所以说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玩具 通过这个这么一个小小的鞭银钢 这么一种呃文化 或者说是这么一个 嗯 这个这个鞭银钢这么一个内容吧 呃结识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这个真的是可以算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了 嗯 好这个时间好像聊的有点多了 这个也不占用太多呼呼大哥这一回 嗯 整个六百期的这个影片的太多市场了啊 最后呢 还是恭喜恭喜六百期啊 哇 六百期啊 嗯 最后来预注一下的话 当然我觉得 如果说将来做到一千期啊 两千期啊等等等等啊 这个 我感觉这个数字而言的话 对呼大哥也没有这么的重要 因为转眼间就已经六百期这个数字了 所以 嗯希望吧 希望我们这些这个 这个还在呃 把玩鞭银钢 还在喜欢鞭银钢 这帮老男孩们 呃 也祝愿我们呃 一直因为鞭银钢 喜欢鞭银钢 在录制影片的这些老男孩们啊 在今后的一切的呃 包括工作生活当中的话 一切一切都顺利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这段六百期影片的内容 这个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最后再跟胡哥你说一句 恭喜啦 我要感谢这一次提供了影片的四位同好 小不高兴 魔幻蓝天 老老师还有物 嗯 这四位同好跟我之间 这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我们 都是因为制作影片而认识 而且呢 我们都是有实际上面对面接触过的 当然 呃 王老师跟物都是在 台湾满 物还跟我住的特别近 那么像小不高兴跟魔幻蓝天的话 你看我们真的是千里之外的缘分哦 就因为这样而认识 所以这一次影片挑了他们 呃 四位的话 就是共通点 就是我们实际上 我们都是有面对面的 接触过的 当然不止他们四位 很多台湾的呃 呃 上传者我们都有实际上面对面的一个经验过 但是实际上面的关系呢 我们就 只跟着四位一同来共享盛举 那么谢谢各位的收看 那最后的话呢 还是跟 两方面的朋友呢 都说几句我自己心里话吧 首先对 所以我们都是单纯的一个变影厅的玩家 包括我自己吧 当然也包括更多的一些普通的玩家们 其实玩具就是量力而为哦 那 开箱影片这个东西就是供你参考而已 甚至你也不一定是为了玩具去看 有时候你可能就是想听这个人讲话 其实开箱影片展露到最后 其实并不是在秀玩具 其实是在秀你自己这个UP族的一个 个人的一个风格啊 玩具这个东西啊 情报太多了 很多人可以提供情报 最终最终 我相信大部分看视频的人 还是在看这个上传者 本身的一个人格特质 本身的一个具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 而不是看他怎么讲那个玩具 当然一部分啊 但我相信最终还是 玩具展示 最后其实是在展示你自己的一个人格 那么 再来就是 跟UP族们 我们一同勉励吧 就是 尽管这个影片需要很强力的一个后援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自己要拿捏的好 当然你可以选择成为戒铃啊 我常常讲 站住就跟魔戒一样 戴上他之后 你会比一般人更强大 但是你也会被至尊魔戒 所控制 那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要过什么样子的一个 上传的风格 趋势最终还是取决于你 就像买玩具 决定权在一般的玩家身上一样 每个UP族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上传者 最终也是你决定的 玩具嘛 自由的 你想玩就玩 不想玩就不要玩 影片想做就做 不想做就不要做 想做什么样的影片 就做什么样的影片 想买什么样的玩具 就买什么样的玩具 都是很自由的 除了你自己有自由之外 别人也可以有自由 所以咯 互相的尊重啊 互相的多一分体谅 其实你会玩的更快的 有一些东西看一看 成熟一点 大度一点 也就过去了啊 六百啦 如果一个人六十岁的话 对不对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顺了啊 应该也是 要进入一个很成熟的一个 老人的一个阶段 已经算是 很多事情可以看到波兰不惊了啊 OK吧 那就谢谢各位 长期以来的收看 未来我们还会继续持续更新 我们六百零一集再见 拜拜